随着建制派查抄海湖庄业的发酵 特朗普又站在了风口浪尖 不过抄家的事儿 非但没有影响特朗普的人气 反倒让其支持率进一步提升 现在的共和党建制派 已经被清除的七七八八 彻底被整合成了川普党 是要在中期选举中 要将民主党拉落马下 当然 选举只是游戏规则的一种而已 特朗普想靠选举翻身 民主党也可以利用别的游戏规则 比如司法操作 让特朗普参与不了2024选举 至于引发的骚乱 社会撕裂什么的 那个反正是国家这个整体来承担 至少在民主党看来 比让特朗普上来威胁自己的私利要强得多 党争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之间 所以这场斗争到底是何结果 现在还有变数 不过就算最后特朗普赢了 他没有入狱 一手掌控下的共和党赢得了中期选举 甚至2024有资格竞选总统 并且最终胜出 难道特朗普就能笑到最后 难道他就能拯救逐渐病入膏肓的美利坚 这个我们是持否定态度的 就算特朗普赢了 大概率也不过就是他再当四年总统 仅此而已 这四年里 他基本上不可能推动什么 真正能拯救美国的根本性改革 更不能扭转美国的整体性衰退趋势 甚至他的高人气也最多就只能维持四年 等到下一届总统选举 他的派系依然有极大概率 再被民众抛弃 就算这种事没有发生 他们依然有极高支持率 但也依然有可能被各种非常规操作碾下台 为什么这么笃定 很多人会下意识的将原因归结为 美国集中难返 归结为特朗普群众基础有限 只覆盖人数不过半数红脖子 而非全民 或者将原因归结为特朗普政治水平有限 这些理解当然都正确 但并没有触及到政治改革的灵魂 之所以判断特朗普救不了美国 甚至最终也无法拯救自己 其实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在于特朗普不可能在体制内 培养出强大的属于自己的利益集团 特朗普政治基础是什么 这个大家都知道 保守派白人红脖子 但这个只是群众基础 群众手里有选票 可以将一个人捧上总统宝座 但问题是 单靠群众是治理不了国家的 治理国家除了靠民众支持 更重要的其实是资源 手里有资源 你才能办事 你能办事 你才能发展经济 才能收买民众 才能建立稳固的政治势力 如果你没有资源 别说没人听你招呼 就连原先支持你的民众 也会因为支持你后 没得到任何好处 甚至还可能因为你上台 引发的政治斗争外溢 让他们生活更艰难 进而对你由爱转恨 最终将你弃之如虑 所以任何一场博弈 不管它出发点是否正义 是否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 但你要想将它推行下去 一个关键点 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 必须在体制内 培育出新的利益集团 只有一群强大的 一副新政而生的利益集团出来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才会坚定的支持改革 进一步支持改革的发起人 这一点历史有足够的先例 比如著名的商鞅改革 之所以能成功 就在于它培育出了一个 强大的军工集团 这部分人原先就是被贵族 死死压制的臭屌丝 通过商鞅改革的军工制度 获得了权力 财富和社会地位 所以他们坚决支持改革 哪怕商鞅本人 因为得罪了君主和旧贵族 而被巫马分尸 但商鞅改革的成果 无人敢推翻 而在西方 罗马之所以能改革成功 实现由共和制 向帝制的转化 很大程度上 也因为马略 苏拉 凯撒 三代独裁者 培育出一个强大的 职业军人集团 这帮人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又靠军改获利 既有能力 也有动力推翻 传统贵族制度 所以即便元老院 刺杀了凯撒 但因为军人集团的存在 改革派依然立刻 团结在乌大威的旗下 一起将传统贵族政治埋葬 而没有培育出 新利益集团的改革 是什么下场呢 这一点古今中外 同样有先例 北宋的王安石改革 这还是有皇权强力加持的 但不管是王安石 还是宋神宗 无论二人怎么淡金截律 就是推进不下去 为什么推进不下去 当时宋神宗和文官领袖 文艳博的一段争论点出了本质 神宗说 于是大夫 成多不悦 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意思是 虽然你们官员不爽 但老百姓高兴啊 得明星者得天下 而我艳博只说了一句话 唯于士大夫治天下 非于百姓治天下也 这就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必须依靠士大夫的支持 才能治理这个天下 你不让士大夫爽 谁来执行圣旨 谁来帮你争取这个明星 没有士大夫 你一个人管得了这个国家吗 这就是利益集团 王安石改革 就是侵犯了整个 士大夫集团的利益 却没有培养出 新的利益集团取而代之 所以自然就搞不成 当然 宋神宗不信这个邪 一直到死都在推新政 但仍推不成 不仅推不成 新政还严重激化了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 导致整个官僚体系的 堕落和瓦解 成为北宋灭亡的一大主因 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例子 而在当代的外国 例子同样是现成的 泰国的红山军 黄山军争斗 大家都知道 这事说白了 就是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他信 西纳瓦家族 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 和曼谷城市中产的皇室 军队 寺庙之间的利益分配斗争 这场斗争持续了20年 他信家族始终深信民心 反正只要民主选举 怎么选都是他信的人上台 反正只要民主选举 那么选的都是他信的人上台 但不管他信推多少人上来 最终都会被军方为代表的利益集团 用非正常方式撵下来 为什么深得民心的他信 英拉们就是斗不过军方 说白了 而是因为他们配有 培育出新的利益集团 光是民众支持有个屁用 你没有强大的利益集团支持 你就别想在体制内站稳脚跟 就算你先民意上台 但你手上没有足够资源可使用 你当上首相也是啥事都办不成 而民众选你上来 就是要回报的 而且民众的耐心普遍有限 只要你不能及时给他们满意的回报 民众就会不满 这时候既得利益者 就会趁机反攻 将你演下台 所以特朗普想要从体制的异端变成主流 就必须改革 而要改革 就必须在体制内 培育出强大的新利益集团 否则就只能跳出体制 直接去体制外煽动革命 可搞革命这事 拥有占全国80%以上人口的农民 做基本盘的他性家族 面对一个区区东南亚小国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都不敢放手革命 只拥有白人红脖子 就不超国民半数总人口 做基本盘的特朗普 在面对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利益集团时 他又怎么敢去号召革命 真有这个胆子 他在火烧国会山当晚 就应该直接前往现场 而不是在事后狡辩 拿出什么堂堂美国总统 被特勤局阻拦的说辞敷衍永顿 既然不能革命 那特朗普想拯救美利坚 就只有培育新利益集团这一条路可走 这种逻辑下 红脖子民粹本质上只是炮灰而已 对他们并不是要依靠 而只是利用 利用这股体制外的力量 对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威胁 迫使他们一点点的妥协让步 然后在此过程中 一点点将改革措施推进下去 并在此过程中 一点点的培育出新的利益集团 如果这些革命 或者新的利益集团 符合更先进生产力要求 那么美国就可以因此再次强大 这就是上洋改革和罗马共和国 想帝国的涅槃 如果不符合 但只要他们能压制 乃至取代现有既得利益集团 那虽然与美国没什么益处 甚至有可能引发党争 加剧美国内耗 但至少新利益集团的形成 可以让特朗普家族在政坛 站稳脚跟 作为新党的开山始祖 长久延续 那么当下 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全球化资本 是硅谷 是华尔街 是一系列跨国公司 是所有依靠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 在全世界范围内 嗜血收割的利益集团 而这套秩序下 利益相对受损的是谁 除了一盘散沙的体制外红脖子 体制范畴内 利益受损的 其实就是民族工商业资本 尤其是制造业资本 在全球化秩序下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 已经到了令人堂目结舌 甚至搞得 连维持军工的造船业 都已经半费 连波音这个工业皇冠 维持空音的基本产业支撑 这些年造出来的飞机 都事故频发 体制外的红脖子只能揭示 不能让他们真正壮大 否则就是革命了 特朗普真敢这么干 这次就不是FBI朝他的家 而是精神病敲手 直接抱他的头了 特朗普真正能依仗的力量 还是属于体制范畴的利益集团 也就是资本 而全球化资本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 属于被改革对象 而特朗普想要培育 忠于自己的新利益集团 那选择只能有一个 就是这些年被高度边缘化的 民族产业资本 只要这些扎根美国的产业资本 能够重新崛起 特朗普才有真正稳固的政治底盘 就算他下台 这些资本为了自己利益 也会拼死捍卫特朗普路线 捍卫这位政坛精神领袖 至于红脖子老百姓 这帮人记忆力从来就只有五秒 今天没填饱他们的胃口 明天可能就翻脸不认人 所以这帮人利用可以 真正作为统治基础 从长远看 那是靠不住的 这就可以理解特朗普在位时 一系列反全球化 贸易保护 以及孤立主义政策的政治逻辑 这搞法在政治斗争层面 就是一边打击全球化资本 这个旧利益集团 一边扶植民族产业资本 这个新利益集团 当务理是 这里面有一个大bug 就是民族产业资本 能拥有全球化资本的财富 获取能力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美国人民现在所拥有的财富 所享受的文明发展水平 绝对不是区区三亿美国人 就能创造出来的 别说这三亿人中有两亿多 都是快乐教育搞出来的废物 只能搞搞虚头八脑的中低端服务业 根本不适合参与工业生产 哪怕把这两亿多普通美国人 都培育成合格的东亚式卷王 现有生产力水平下 他们所创造的财富总和 也绝不足以支撑 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更不足以支撑美国的国力 不足以支付美国高昂的体制成本 那美国现在的文明水平是靠什么支撑的 靠的是全球化嗜血 是靠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下 对世界各国的持续财富收割 也就是说 美国的整体财富 其实是建立在全球人民供养基础上的 那就决定了民族产业资本 取代全球化资本 这在美国就是个妥妥的伪命题 别说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产业发展的基础 就算有 美国民族产业资本 也不可能创造出现在这么多财富 指望他们取代全球化资本 那结果就是劳动力强度大升的同时 美国国力和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届时别说什么全球霸权了 美国连自己的体制成本都承担不起 从这个角度来说 特朗普想培育忠于自己的新利益集团 其实本身就是做梦 他所既往的民族产业资本 其财富创造能力的上限 都够不到当下全球化资本的下限 除非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美国首先爆发 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 否则特朗普根本就不可能培育出英国更战军工集团 罗马职业军团 那样足以压倒旧势力的新利益集团 当然也有别的办法 比如开疆拓土 抢别人的资源 用来培育自己的利益集团 比如秦国军工集团 就是抢六国的土地财富 凯撒的职业军团 就是抢高炉的 但问题是 现在美国国力衰落 不仅抢不动 甚至搞不好还要崩牙齿 连阿富汗打下来都消化不了 更别说那些更富强的国家 当然特朗普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还有一招 就是凭借美国的霸主实力 以反全球化秩序 行重新定义全球化知识 也就是把规则修改的比现在 更有利于美国吸血 这样既可能增加美国的财富总量 又可以收买全球化资本 缓和跟他们的关系 甚至让他们支持自己 同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制度设计 给民族产业 这个自己的基本盘 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 这样通过一个多方平衡 特朗普还是有可能取得 一个相对稳固的体制内政治基础 进而推动一些改革的 但问题 重新定义全球化 这事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 秩序势力平衡基础上的 美国虽然是全球化经济秩序的主导者 但他能捞到的份额 也必须跟他的实力相匹配 现在美国实力没有增长 反而有所下降 他想重新定义 让自己唠叨更多 这凭什么 最关键的是 全球化秩序内部 还面临着中国的强势挑战 以前这套秩序里 只有美国一个大佬 其他欧日什么的 都受美国直接间接控制 所以美国哪怕傻横 要求超出实力之外的配额 大家虽然不满 但因为没人能反抗 没准还可以捏着鼻子认了 但现在这套秩序里 又出现了中国这个新大佬 虽然中国还无力 或者说不想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 但他的实力决定了 他又不受美国过度剥削的底气 所以美国再想靠超出实力范畴之外的耍横 来重新定义全球化 就会面临非常强大的困难 中国不仅自己不答应 还会给其他小国推为阻塞的底气 最重要的是 中国还可以通过这套体系下 自打舞台 拉人入伙 来逐渐反向削弱 美国对这套全球化秩序的主导能力 这就是特朗普一手将中美关系 由合作推入对抗的原因 内政外交联动 鉴于民族产业资本的上限有限 所以特朗普必须通过 全球化秩序内的更多吸血 来收买笼络全球化资本 为自己的政治威望 获得以及改革政策 推进创造良好的环境 但中国的不配合 不仅使得美国拿不到足够的财富和资源 也无法让特朗普实现 收买绥静全球化资本的目的 这种情况下 只好经济问题政治化 通过中美在政治 地缘 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计划 塑造反华政治正确 以民政言顺的削弱 本国全球化资本 给民族产业资本发展同工坚 并争取比中国屈服 让赌更多利益 如果不这样 特朗普的MAGA改革 根本就没法往前推 但问题是 中国死活不屈服 甚至采取对抗型经济政策 血拼产业升级 向美国控制的中高端产业领域 发起冲击 这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断了特朗普改革的路 如果不搞定中国 那别说从海外获取更多利益 给改革创造条件了 连自己的体制内基本盘 民主产业资本 都面临中国越来越大的威胁 这种格局搁在一半年前 那就只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解决 但现在这种恐怖和平衡下 中美这种级别的国家 又不可能直接爆发战争 这种情况下 美国只能通过搞搞 细致末节的小动作 比如制造台海危机等 希望把中国提前拖入泥潭 但如果中国不中招 那就真麻烦了 这意味着特朗普 既无法再培育出强大道 足以取得国内政治主导权的利益集团 也不能通过海外增量利益的创造 来收买笼络全球化资本 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即便2024上台 他的改革也只能流于形式 根本无法大规模启动 否则不仅会遭到 全球化资本的强烈反击 更会因为改革带来的阶段性损害 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收益弥补 而导致社会陷入更大的混乱和动荡 再考虑到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 以及美国党争内耗的进程 即便特朗普2024亡者归来 他所面对的局面 也会越来越困难 时间的窗口期也会越来越短 这种情况下 指望特朗普来救美利坚 指望MAGA变现 恐怕真的是难如登天 不过改革拯救美利坚 虽然未必行得通 但改革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毕竟党争之事已成 不为了美国 为了建制派和民粹派各自的利益 双方也必须斗下去 而且要斗得你死我活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就像唐朝牛里党争 北宋新旧党争 一开始改革派都是抱着拯救国家的崇高目的 结党跟既得利益集团开战 但斗着斗着 随着改革派和保守派矛盾越来越大 甚至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那么改革不改革的都不重要了 就算明知改革不现实 也必须要举着改革的旗号斗下去 因为斗赢了就做小庙堂 斗输了 自己就只有去里南吃荔枝 或者去边塞吃沙子 而双方的政治道德底线 也因为持续的党争而不断刷低 裂痕却大到无法弥合 这种情况下 双方都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 到了这一步 改革和稳定都沦为口号 自己的利益才是安身立民之本 毕竟理想可以泯灭 生活还要持续 那么特朗普什么时候走到这一步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从过去经验来看 这也是早稳的事 毕竟这是历史的规律 是人性颠扑不破的铁律